Hello大家好,这里是九条 一月翻基本都播出第一集了 不知道你们都看了哪些呢? 今天来说说我的观后感 看过的观众可以说说你的看法 没看过的可以参考这个视频去选择新决翻 别当欧尼这样了 开头先说个重量级 妹妹美玻璃给哥哥真寻下药让她变形 从此真寻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遇到了各种奇怪的事情 包括但不限于 弄错上校所的方法 玩不可描述的游戏时没有生理反应 反倒是玩BLT赛的游戏时很兴奋 洗澡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构造十分好奇 试穿女生的衣服时甚至觉得有点好看 跑步的时候胸口突出的脸被衣服磨疼 扣不上内衣 这都还只是第一集 后面会有怎样的展开我已经不敢想了 总的来说 看起来第一集的经费和处理双重拉满 细节满满 作画流畅 配音感情到尾 音乐烘托到尾 很难不让人想到之前的孤独摇滚 表情也十分到尾 我真的没法想出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 还有 哎哟 这个片头曲真的太魔性了 听完之后满脑子都是Ari Nashi 下一步 间谍教室 又名声优教室 配音阵容极其豪华 估计整个录音室都是香的 讲述世界大战后 各国深刻体会到 运用现代兵器的战争的性价比过于低 不管输赢损失都过于惨重 于是各国暗中加强间谍教育 以此开展间谍的情报展 此乃影子战争 主角莉莉受到命令 暂时从间谍遇成学校毕业 去往登 一个新成立的间谍组织 参与完成高难度的不可能任务 去到之后发现 组织的成员和自己一样 全是原本学校的吊车尾 于是 世界最强男间谍和吊车尾女间谍的故事就此展开 和大多数日曼主角一样 我们的主角莉莉也是个元气担当 比如 明明作为间谍 来到大本音之后 不顺手把重要的通道口关上 难道你就不怕敌人趁机潜入吗 再比如 第一次来到新组织 一进门还没弄清情况 就直接报上自己的代号 这样真的好吗 真的不怕情报泄露吗 不过一想到他在之前的学校里 勉强极客的成绩 以及他的配音演员配过的另一个角色 能做出这样的事 好像也合理 登的Boss克劳斯说 接下来由他当老师 和这七名少女共同努力 完成一个死亡率高达九成的不可能任务 少女们当然无法理解 既然是这种近似于 一级无伤击杀爱人法 还女武神的地狱级任务 为何要找他们这个吊车尾女团 一个直来直去的白毛 一个文静 似乎头脑比较好的红毛 一个活泼好动 自称本大人的粉毛 一个内敛悲观 觉得大家要性命不保的宗毛 一个自信满满 说自己是故意放水 才成了吊车尾的苍蝇毛 一个优雅 原作描述是黑毛 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动画里 好像有点变色了蓝紫毛 还有我们的女主 元气乐观的银毛 可以说是符合各种 XP的七彩队伍了 第一节课 克劳斯展示了 半秒开八锁的神迹 然后如此说道 众人表示眼神不好 没跟上 再来一次 简单解释一下 这是枪 这是准心 把准心移动到敌人的身上 开枪 看 射击游戏 很简单吧 你妹呀 废话文学算是被你弄懂了 论如何把一头大象 放进冰箱里分三步是吧 简单来说 这名间谍老师明明超强 却完全不会教学生 因为他的绝大部分举动 都是凭感觉做出来的 天才教不了凡人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总的来说 第一集的制作有点穷 且对于原作的删改有点多 如果想要获得完整的观看体验 可以去看原作小说 并且这只是第一集 后面还有反转的重头戏 动画档可以期待一下 下一步 生而为狗 我很幸福 这位更是重量级中的重量级 我单方面宣布 这是本季度的逆天担当 讲述变成了狗的我 被同班同学 也就是女主捡回家养 然后发生了各种羞羞的事情的故事 第一集的绝大部分镜头 都是狗的视角 你看你们 上个季度整天说要当马鞠马的狗 现在满足了吧 只不过换了个主人 狗主角被捡回去后 和女主之间发生的事情的尺度非常大 大到有许多不能放出来的画面 比如一人一狗一起洗澡 双方一丝不挂 坦诚相待 有各种零距离接触 我只能说真会玩 狗男主也从一开始的不适应 转变成开始习惯 甚至觉得这样就可以完成 许多人类形态的自己 所不能完成的心愿 顺带一提 女主给狗取了这样的名字 我只想问 你跟他们二位是什么血缘关系 我把这部作品推荐给 接受能力强喜欢逆天剧情的观众 下一部 虚狗推理第二集 继续讲述女主秦子身为妖怪的智慧之神 调解妖怪之间 以及妖怪和人类之间的矛盾 维持秩序的故事 当然 图中还有男主九郎这个 死亡时能够决定某些未来的 不死之身的协助 这一集 秦子又接到了来自妖怪的委托 公寓里 一个两个月没人住的房间 竟然传来不明的声响 而管理员发现 里面正正有个奇怪的人偶 秦子给妖怪做出的解释是 人偶什么的是管理员说的谎 其实只是管理员的宠物 四处乱窜造成的声响 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养了宠物 然而 这是秦子虚构的解释 目的是不让其他妖怪胡思乱想 受到惊吓 真相是 诅咒人偶真的存在 其中也确实附身着 对其他妖怪有威胁的特殊意念 最后 秦子和九郎男女搭配 将人偶清楚 不得不说 这个动作场面依旧是那么的朴实无华 不过倒是很贴合人设 毕竟男女主本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战斗能力 这部作品的看点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秦子给出的各种 明明是虚构 但是非常有逻辑的解释 另外一个 则是秦子对九郎的说骚话环节 如果你喜欢这种特殊的推理 或者喜欢女主这种特殊的人设 那我十分推荐这一部 毕竟推理类作品 真的是看一部少一部 下一部 尼尔自动人行 事先声明 游戏原作我只是很久之前 且玩过两三个小时 可以说我就是个纯动画的 大概剧情是 2B和9S执行命令 来到旧世界的兵器工厂 目的是清除目标超大型兵器 最后的结果是两人通过自报解决目标 在自报之前 只有2B的资料被备份 所以只有他留有这场战斗的记忆 第一季的动作场面非常多 充满了机械和爆炸 各种3D和2D画面的结合 作为一部动画的第一集 确实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于没有深入玩过游戏原作 大概表明了整体剧情的悲剧基调 我猜测这种角色死亡 然后资料被备份的剧情后面还会出现 总之需要观望 下一部大学海的凯娜 主角凯娜和几位老人居住在天魔上 他们大概是这里存活的最后一个群体 另一边在天魔的下方是雪海 这里也有这一群人 为了拯救所谓的亚特兰德 想要抓住浮游虫去往上方 在行动的过程中却遭遇另外一群人的袭击 除了莉莉哈以外的人都被清除 只有他自己借助浮游虫去往了上方 通过天魔的洞被凯娜发现并解救下来 总的来说第一集埋下了几个悬念 比如天魔为什么会有洞 雪海遭遇的那两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莉莉哈为什么必须要来到上方 凯娜和莉莉哈相遇之后会发生什么 以及为什么第一集的舞台都在高空 地面世界又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看过原作 所以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充满了期待 本作采用3D画面 可能会让很多看惯了2D动画的观众觉得有些怪 但对于接受能力比较强的我来说还行 我不懂动画制作 但这个动作场面确实有点表现力不太够 总之感觉世界观很大 发挥空间很大 后续揭晓悬念的时候 可能会成为高话题度作品 那么本期的一月心烦吐槽先到此为止 后续应该还会出第二期 第一次做这类视频 不足之处还请包含 评论区可以提建议和推荐作品 喜欢视频的可以点关注三连转发 这是对我而言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